江夜中夫子的十四位亲传弟子都有谁 他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 书院四先生范月经于福道 擅长推测算法 境界为动玄 是书院技术性人才之一 夫子早年间去鲁国游玩 行至昆仑小镇 一档铺前被一少年学徒吸引 那少年打得一手好算盘 夫子驻读观看半日 极为欣赏 那少年叫范月 后来被夫子受为第四名亲传弟子 范月数学水平举世无双 喜欢每天蹲在沙盘上推演计算 在书院与喜欢打铁的六师兄是搭档 曾经驻宁缺研制出原始三剑 小铁壶炸弹 青霞之战 只手冠冠主陈某 追着李漫漫的脚步 来到青霞 并在临走时留下一道虚剑 冠主的剑无人能接 最后是范月套出上古神器 荷山盘的复刻版 替君末接下冠主一剑 耶稣成圣当晚 范月用荷山盘大战龙庆手中的 沙字卷天书 范月式书院仅次于于莲的大谋略家 书院灭西陵之战和宁缺徐池 一起参与了覆灭金杖的计划 江夜世界破开后 和六师兄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书院五先生宋谦 以其入道 境界为动玄 早宁坚是难尽其胜 常常因为下棋太过投入 而废浅忘食 是一位十足的棋师 围棋水平天下前三 年少时曾横扫乱科斯朱僧 与其力最盛的洞明大师平分秋色 最后三局两胜 宁缺带桑桑入烂科寺求要钱 又传授桑桑习以之功 使其顺利通过瓦山烂科三局 书院六先生没有具体的名字 是一个铁匠 以打铁入道 境界为动玄 铸造功夫 天下第一 曾在四先生的帮助下 造出了举世文明的明光甲 后来又配合四先生 锻造出江夜世界第一武器 原是三剑 书院七先生慕幼 以镇入道 境界为动玄 使世间镇法大家 平时在书院负责后山的镇法维护 因修道遇到平静 受夫子指点 在湖畔亭子中绣花 结局是与二师兄君末 喜结连礼 书院八先生 没有具体的名字 同五先生送迁 都是以其入道 境界为动玄 原是月伦国奇师 早年间曾与五先生送迁 约战十余次 不分胜负 两人互为知己 雄出墨入书院后山时 曾与五先生联手 将书院后山变成了一张棋盘 消磨了雄出墨不少戾气 书院九先生 北宫未央 以音律入道 境界为动玄 来自极南海岛之上 善吹消 书院十先生 西门不惑 以音律入道 境界为动玄 也是来自极南海岛之上 善古琴 二人把全部的修为 与生命都投入到了音律之中 青霞之战 二人合奏的一曲 大音无息 多次阻挡成千上万神殿联军 让西陵感慨到 书院的动玄境 不是普通的动玄境 书院十一先生 王池 以花草入道 境界为动玄 吃米花草 能够分辨花草灵魂 是要学大家 平日里嘴比较碎 大结局时 去了越伦国 听说还遇见了花痴 陆陈家 至于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 谁都不知道 都 是有没有发生之前 出品